阿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请打开药节 第二十二页 药节 第二十二页 那么净土念佛法门 古德讲是塔利门果地教 也就是以佛的功德做我们因地的修营 这样的法不是从因果法 完全以佛的功德来装营我们自己的 以前会公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他老人家曾经这么讲过 说过去他在关校 有一位同事生病了 住到医院去 下班了老人家就去跟他探望 看着他同事死向现前 就问他说看你这个样子你是怎么了 同事就回答说 医生说我得了急性的肝炎 有可能严重的话转成癌症 我现在才三十几岁 还有妻子儿女 你想到这里实在心是晃不下的 我不能死了 那听说你是学佛的 你们话当中有没有可以救我的方法 这慧公就说了 说有啊 但是恐怕你不能相信 而人到最后面的时候就尝试尝试 说你说了 我都相信 我相信了 慧公就说 你要修什么法文都不可能 你只有专心好好的 我教你你念 南无阿弥陀佛 就六个字 这六字和明呢 他就能够救你 同事听了之后就说好 那我念 我念他就念慧公了 就回去了 经过几个礼拜 再去看他 一看了 这个相貌改变了 相貌改变了 慧公就说了 你今天看起来好多了 他就说了 对啊 你告诉我这个念佛真是好 慧公就说了 怎么好呢 你说怎么好 他就说了 我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 隔没几天呢 就有两个鬼来了 鬼来了 掐我的脖子 掐了我了 都快喘 喘气都喘不过来了 没办法呼吸啊 每一次掐完的时候 隔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就加重了 那自从你教我念佛啊 后来遇到这种情况 我就大声念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 一念呢 这个就有金黄色的光明啊 画出来 这个鬼就啪啦 啪啦就躲在那个门后啊 门后 我就想说这可能没什么事情 躺下去又来了 又来不行 赶快坐起来啊 就一直念佛 这个鬼呢就退了 退了 后来呢我就不敢睡啊 我就一直念佛 这鬼啊也就没有来了 就跑了 从那一次啊 这个念佛得到了相应之后呢 这个鬼啊 就不来了 晚上呢就很好睡觉啊 这个睡眠啊 要足够 这个身体啊 基本上啊就可以调整了 所以啊 这睡眠好 隔天精神好 要吃下去啊 这个效应也发挥了 因此呢 这个病呢 就渐渐好起来了 慧公就说了这个故事说了 这个同时没有多久就出院了 那可见呢 这个佛号的功德啊 不可思议 相信啊在座 我们呢要是有那样的经验啊 那样的经验 念佛 除脏 再来念佛 开智慧 那么还有一个目标啊 我们呢 念佛心定了 将来啊能够到极乐世界 这个是非常要紧的 我们呢 《弥陀经》啊讲到了这个续分当中的这个菩萨众 菩萨众里面 我们呢 二十二页的地画 菩萨众呢 表中地 表中地 在解释的文里面呢 欧主呢 他分成三段来讲 这一处解释通明 菩萨摩和沙 这我们呢已经讲过 其次呢要解释北明 就是文殊实力法王子阿异多还有千多何体常进进菩萨 他的意识 我们呢 我们呢 看着这个文 说呢 佛为法王文殊少佛佳佳业 命法王子 菩萨众中智慧第一 佛为勇蒙十字不能正解净土法门故机出 佛为法王 王有自在的意思 《法华经》当中所讲的佛为法王呢 以法自在 对于法 无论世间法无论出世间法 佛都得到大自在的 叫法王 那文殊实力菩萨呢 少祭佛的佳业 叫做法王子 我们平常来讲呢 这个登觉的菩萨 文殊实力菩萨登觉的菩萨是道价次行的菩萨 九元节已经成佛了 就是我们八十八佛当中的隆总上尊王佛 一佛出世千佛护持 一尊佛出现教化 这个众生呢 那有千佛 其他的佛呢就视现身闻生 或者菩萨生呢 来帮助佛弘佛法教化众生的 这文殊菩萨也是一样 是道价次行的菩萨 少侯佳业叫做法王子 在诸多的菩萨大众当中呢 智慧第一 智慧第一 为勇猛实智不能正解净土法门 勇猛实智 菩萨有两种智慧啊 第一种叫实智 又叫做根本智 观察诸法真谛啊 恶空之理 恶空 法空的道理的 另外一种呢 叫做全智 全智呢 方便智 又叫做厚德智 是观察诸法的世俗地 实法界啊 差别的因果 这个中论当中讲到呢 以一空一故啊 一切法得逞 因为一切法是我空法空呢 所以才能够建立啊 实法界差别的因果 法要不空就是固定向固定 法因为空呢 所以啊 就有各式各样的差别的因言 延期法现出来 所以换计法说 我们现前一年的心性呢 我不可得 法也是不可得 本来无一物啊 所以呢 因此 依止呢 这一念明了的心性呢 我们要是说呢 起了贪嗔痴 其他贪嗔痴呢 你念念当中 他就献出了 在延起的世俗地当中呢 献出了三二道的果报 假使生起啊 假使生起啊 五界十三的造作啊 就出现了人天的果报 假使依止我们现前的心 我们呢 深信 切愿 能够支持奥弥陀佛的身后呢 就念念当中呢 创造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 所以呢 以勇猛实至 了知一切法 是毕竟空极的 而呢 在延起当中呢 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呢 就在我们这一念心呢 念念当中 所创造出来 所以呢 非勇猛实至呢 它是不能够正 正解 也就延起当中呢 这净度法门是不可思议的 它是不可思议的延起 所以 既在最初第一 排在第一 接着呢 弥勒当来成佛 现即等劫 以旧境 严见佛果为药物 故此类 那么 弥勒 换成我们中文叫慈世 换名叫 埃道 也换名叫 无能圣 无能圣 弥勒呢 换成我们中文叫慈世 也就是 在远结之前呢 修慈心观 所叫慈世 慈世菩萨 当来成佛 也就在我们本师之后呢 那我们瘦伯世界啊 成佛 在人寿呢 八万 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那么 现居等劫 现在呢居等劫之位 也就在多摔天当中 也就在多摔天当中 以究竟严禁佛果为药物 以究竟呢福德跟智慧啊 这两种庄园 两种庄园 敬佛果为药物 所以其次呢 列在第二 列在第二 佑者呢弥勒菩萨 参加呢 由龙华树下三会说法 这个龙华树下呢 就好像说我们呢 世尊 是在毕波罗树之下 成道的 所以这毕波罗树呢 就换成了叫菩提树 那么以后呢 弥勒菩萨下生是龙华树 一种树名叫龙华树 龙华树下呢 成佛 这龙华树也叫做菩提树 也称作菩提树 那么有所谓的三会的说法 这三会的说法 基本上啊 都是度 释迦 我们释迦佛呢 的仪法当中呢 跟释迦佛结缘的 乃至三归一的 这些众神 三会之后呢 接着才度 弥勒菩萨 他跟他有缘的众神 那么这个地方讲呢 龙华三会的说法 那也就是现在呢 参加这个法会啊 听闻这一部经 得到这样的一种传承啊 一种传承啊 一种传承 然后呢 龙华会上呢 必定先说 这一部经 活要成佛的时候呢 下一次 下一个阶段 换他成佛呢 一定在前一尊佛的座下 当弟子 就好像说我们释迦士尊 在迦瑟佛的时候 也是当迦瑟佛的弟子啊 接着才到多帅天 等着成佛下身人间 弥勒菩萨也一样 活在世啊 当彼丘 那么这个生命结束了 就到多帅天 等着下身成佛 那么得到这样的传承啊 所以必定在龙华会上呢 先说这一部经 那么这是呢 三世之佛呢 必说的这个法门啊 必说的法门 一代一代的 这样传下去的 那么那就是流通无尽啊 流通无尽 再来呢 不休息者 况且修行 不战天空 千德合体菩萨 千德合体菩萨呢 叫做不休息 换成中文的意思呢 叫不休息 怎么不休息呢 也就是说呢 从旷节 旷就是远节 遥远 从远节啊 修行 这是利他之行 无量节来都是这样啊 修利他之行 这要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啊 这是办不到的 乃至到今日呢 也没有暂停啊 不暂停止的 叫不休息的菩萨 再来 常精进者 自利利他 无疲倦过 修行菩萨道啊 自利利他 这卑至双阴 很常没有疲倦的缘故 叫常精进 常精进 另外一个呢 在波罗经里面讲啊 菩萨 看众生呢 没有众生的 众生呢 众生呢 众生是虚妄的 没有所谓真实的众生 所以菩萨在度众生呢 也没有疲倦感啊 也没有疲倦感啊 本来没有众生 本来没有众生 这四位菩萨呢 表法是怎么样呢 文殊实力菩萨表智慧啊 说智慧 必须要用词别来运转 运作的 还必须要进一步 不休息 恒常的精进 恒常的精进 也像我们念佛法门一样的 你要恒常精进啊 这样才能够成就念佛三昧 又者呢 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 是受戒的阿舍利 所以呢就说明了 我们念佛啊 必须要持戒啊 你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 接着第三段 明得意 说明所得的利益 此等身为菩萨 必皆求生净土 以不离见佛 不离文法 不离清净供养众生 乃能肃及掩盲菩萨 不离谷 此等这些身为的菩萨 身为的菩萨 等觉的菩萨咯 我们看呢 像善才童子 是等觉菩萨啦 普贤菩萨还欠他 还有华章海会 四十一位 四十一个阶位的 法身菩萨 都要求生极乐世界 以其迅速的圆满佛果 所以说呢 他们必定啊 都是求生净土 这个道理啊 就是因为 不离见佛 不离文法 而不离清净供养众生 这个不离三宝 是我们成就佛道的大因言 这一点很要紧 这一点很要紧 华严琴当中讲到 十地的菩萨 那么 弟弟都不离念佛念法念神 要意念三宝 这样呢才能够呢 素极很迅速的很快的 严满菩提 成就呢 无三正等正觉 这是呢 第二段 这菩萨众 表中地 这中道地 接着呢 第三段 丁山的天人众 天人众呢 表世俗地 我们看经文 及世俗地凡因等 无量诸天大众聚 以及世俗地凡因 世俗地凡因 第四 等 等于其他的 无量的诸天 无量的诸天 大众聚 就共同在一起 共同在一起 那么欧毅大师的解释里面讲说 世俗地凡因 此因 能为主 即道立天王 等者 下等世王 上等夜魔 多帅 化乐 他化色 无色 无量诸天也 大众聚 为十方天人 八部修罗 能 灰人等 无不以会 无悔净土法文所舍之际也 那么世俗地凡因 此因 我们这个立凡的 凡义 叫做 能为主 就是能作为 道立天的天主 那也就是道立天王 那么做这个道立天就33天天主 这个因缘也就是家社会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女人呢她花心见她 后来啊就是劝了32位啊 共同大家一起花心啊 帮助这一段事情 能够成就啦 做完之后呢 就敢得 这个天 道立天的这个果报 中间一天呢 是天王所居的 东西 南北 各北啊 四方 每一方有八天 就是其他32个人所住的 那么加起来就是33天 道立天就是33天 那么天王在中呢 外围的 这就属于内城 属于内城 他的大城啊 内城的 那么做这个天王呢 尸体凡因 要是说呢 讲到这个本地风光啊 在华恩经当中 有所谓的十地菩萨 继位修行的 这种情况 继位修行 恶地的菩萨 恶地的菩萨呢 修行的公横呢 大多做了 道立天王 继位啊天秤 继位天秤呢 而修菩萨行 所以因此呢 在摩布的菩萨秘经当中呢 也有呢 司体凡因 开始菩萨要异 也有 在见识的法称品里面呢 佛当时呢佛就告诉帝师呢 说呢满严福提德佛舍利 做一分 那有人呢 书写 波罗波罗密的经经呢 他做一分 一分是舍利 一分是波罗经典 这个经经 那么二分之中呢 如起何分 佛就问了 这个第四 司体凡因 这两分当中 一个是舍利 一个是摩布的波罗密经 这两分你取哪一分 这第四呢 就秉白士尊说了 这二分当中呢 我宁愿取波罗波罗密经券 为什么缘故呢 士尊 我对佛的舍利啊 不是不恭敬啊 不要 好像我们凡夫吃醋了 不拿我的舍利呢 我不是不恭敬 也不是不尊重 士尊 因为舍利啊 从波罗波罗密经当中出生的 这个波罗波罗密啊 修行 心习的缘故啊 所以呢 这个舍利啊 才得 这个天人的供养 供养啊 恭敬 尊重 赞叹 都是因为啊 你修行波罗波罗密啊 这功德所成就的 那就告诉我们呢 这个一切法当中 以波罗最殊 最殊 前面五度鲁莽啊 波罗 没有波罗 这前面五度鲁莽就是有为的 有肉的 要是有波罗密啊 进去的时候 通通叫做波罗密啊 持戒持戒波罗密 来自禅殿禅殿 波罗密 要没有波罗密啊 都是世俗的 不能到达彼岸的 所以这个波罗在活法当中呢 非常要紧 在波罗经当中呢 在尸体反应 他也有开示波罗的要义 所以啊 他的本地风光也不可测 但是仅旧者 华安经当中十地继位啊 二地菩萨都做了 他修行的功恨呢 都做这个道理天王 那么等者 这个等就等于啊 下等四王 向下就等于四天王 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呢 在须弥山的半山腰 是属于道理天王的外城 外城 三十三十二天呢 周围的三十二天是内城 是内城 上等叶某 向上呢 往上就等于叶某天 多帅天 画了天 他画自在天 色界诸天啊 无色界 色界四禅啊 无色界有四空天 就无量的三界的诸田 那么大众聚 这个大众 也就是十方的天人啊 天龙八部啊 阿修楼 人灰人 人灰人 有时候讲人灰人 不像人也不像灰人 叫人灰人 有时候结识就是鬼神啊 鬼神宗等等的 那么无不以会 无不参与 这个弥陀法会啊 共同呢 秉授 同文 那么无会都是呢 净土法门所收射的根基 平等的得到啊 这净土念佛法门的利益 所以这样说来呢 这个法门就叫做 三根普贝啊 立顿前手 立顿前手 而这里讲到呢 十方天人啊 八部修楼 人灰人 这八部修楼 人灰人 也都来听经啊 这什么情况呢 在四教仪的极柱 天台四教仪极柱里面讲 说呢 龙鬼等 得意啊 佛说法的这个法会啊 这一种情形 是秤极戒法的缘故 也就是说呢 他们阴行当中 在修道里面 他们但是注重 注重在经论的学习 经论的学习 但是对于戒法 就不大注意了 窥戒 或者乃至于破戒的情况 所以啊 就这种果报体不好 墮落了 但是他有那个信息经典的善根 善根 善根 所以能够来参与这个法会 讲到呢 这个秤 跟戒 这个戒 这个戒 就是五戒 八戒 还有出家的戒法 乃至定供戒 他能够防止身口的灰尾 戒 遮止 散热道 的果报 遮止 散热道的果报 德仁天报 这个戒法 第一个啊 就是遮止你下山的道 不杀到阴望 这个山的道 没有了 德仁天 尊贵神 这是戒 戒 那么戒 戒 戒的意思啊 就是说亏戒 或者是破戒 另外呢 秤 秤就是说呢 他听闻这个经论呢 能够升起智慧的绝招 能够推行呢 四地 十二阴炎 六度 等等的 有这样的智慧 或者能够呢 迫出烦恼 运出三界 操业啊 三界啊 这个叫做蹭 就蹭 那么缓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对于蹭啊缓 要缓 就是说不喜欢听话 你不喜欢听话 当然就没有智慧啊 没有智慧 就不能够了解真实义啊 不能够明白真理的 那么对于这个蹭跟戒啊 有四句呢 有四句的分别 第一句啊 是戒秤即即 戒跟秤 都即 即的情形 也就是说 这个人他慈戒庄严 不幻灰 不幻灰 要对于啊 四地十恩言六波罗蜜啊 我空法空的道理啊 他要能够了达 这一种情况呢 将来呢 佛说法的时候呢 以尊贵一声来听法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 第二种啊 叫蹭即戒还 蹭即而戒还 他对于十相的道理 栽培很多的善感 那呢 对于戒法所持啊 就是比较差一点 不那么注重 亏戒乃至于破戒 将来就是以卑贱的 这一种啊 龙啊 鬼啊 畜生的身 来听佛说法 这是第二 第二种 第三呢 叫蹭即秤还 戒即 持戒这一方面呢 他特别的庄严 他很能够持戒的 但是呢 对于啊 这个听法经论啊 不喜欢学习 不了解我空 法空 心性的道理 但是能够持戒啊 这个不符合啊 佛智戒的原则性 佛智戒啊 是为了初世间的圣道 而至于戒法的 不但是只是持戒啊 为道而至戒 本非是福的 这才是佛至戒的 他的一个所在啊 要为了成就圣道的 所以但是持戒啊 而不学习经论啊 不了解我空法空心性的道理啊 你来一生 虽然得珍贵一生 但是佛说法的时候呢 你不会来听法 这是第三 第一次呢 戒戒称计法 就第四季是最差的 不能守戒 也不了解 我空法空心性的道理 来一生当中 就是三个道啦 三个道 听不到佛法的 所以因此呢 戒 如同我们一个人的脚 会呢 就如同眼睛一样的 有脚 有眼睛 那就抚眼佛气 这两者都要即便的 要即便 我们能够如法持戒 又能够欢喜啊 听闻佛法 增长我们的智慧啊 古人讲啊 说戒黑广 行就要钻 我们的钻啊 专修念佛法嘛 求生极乐世界 那你更能够在今生当中呢 好好的呢 学习啊 这一些的道理啊 了解心性的道理 将来呢 莲花化身 建佛文化很快的 很迅速的 我们之前呢 跟诸位说呢 这个贪婪大师讲啊 带极乐世界啊 不是一地一地的上去啊 它是超越的 超越 一下子从初地到七地到八地的 这个超越的情况一定啊 你在社佛世界摘培的善根 有关系的 有关系 所以呢 对心心的道理啊 我们也要了解的 要了解 清凉果实 永密耶稣大师 古德都是强调 你在社佛世界的 这个理性的摘培啊 那很要紧 你见过文化的时候 跟你的塑洗啊 所闻的法跟你过去的 所学习的 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 那么到这个地方是属于啊 续 当中的通续 通续 说明六种成就 又叫做正性续 在证明 相信 这一部经的真实性 它不是伪经啊 是真实的 接着呢 在续当中的第二个 余二的别续 别续也就是别续 这一部经的因言 来加以说明的 我们看呢 欧主的解释 花旗续也 净土庙门 不可思议 无人能问 佛之唱 依正名字 为花旗 又佛之见己无庙 见子大众 因闻净土庙门 而后思议 故不是问 辩知花旗 如幻网下见 至畅未浩云 我今如色挪等 智者叛咒花旗续 立可知也 花旗续也 这个花旗续也就是呢 佛说这一部经的因言 这一部经的因言 净土庙门 这别细也就是花旗续 净土庙门 可可思议 无人能问 这净土微妙的法门 怎么微妙法呢 但净六字 出乾坤 依靠六字 则万得逢命 就能够呢 超越三界的生死轮回啊 这是不可思议 怎么不可思议 所以一个呢 无逆十二的人 他内心呢 充满了啊 累积 无量无边的罪业啊 烦恼跟罪业的 临终的时候呢 造了这么多的恶业啊 第一门口都现前了 但是呢 他遇到善知识 为他开导 叫他赶快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念佛 他自心称明的缘故啊 祭祖十列这地义的佛 马上变成了金莲花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 那这个真是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所以呢 他是他立门 国地教 他立门国地教 这是不可思议 无人能问 没有人能够发问啊 所以因此呢 佛自己啊 就收出 一正名字 由世界名言极乐 齐徒有佛号 阿弥陀 一正的名字 极乐世界啊 依报的极乐世界 正报 由阿弥陀佛为花旗 而作为花旗 作为花旗 那么佑者 佛智呢 见及无妙 佛的妙观察智呢 而建造我们众生的根基啊 是没有错妙的 好 现在呢 世尊呢 见到大众呢 应该听闻 净土 微妙的法门 而都能够获得 世西坛的利益 所谓的世西坛 欢喜 生善 破恶 入离 这四种 所以呢 不等待啊 花问 佛自己啊 就收出这一部剑 那么 有世界明月极乐 齐土 由佛后阿弥陀今现在说法 这正宗文当中都是扣着 这一段文 而开展出来的 这就要讲 有世界明月极乐 一报庙 由佛阿弥陀正报庙 一报庙 正报庙 齐心之后 接着要我们花艳 接着要辞明的庙行 就是扣着前面那个文 而开出来的 如幻王下见 就如同幻王经下见 戒品 那下见呢 是属于戒品 戒品的最初的时候佛自己啊 唱这个果位还有尊号 我今如舌楼 荒座莲花台 周扎千花上 互险千世家 等等的 那么我今如舌楼 这个智德大师呢 就叛作了 这是发起戏啊 发起戏 那么立可之也 以幻王经下见佛自称 这如舌楼 智德大师判发起戏 来比例现在这里 这个地方佛自己啊 唱出世界 叫极乐世界 有佛阿弥陀 这也是属于发起戏 发起戏 好 接着我们再啊 方过来 好 我们看这个经文 阿弥陀佛 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图 有世界名也极乐 齐图有佛号 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那么阿弥陀佛 在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呢 师之道合 鸡教相弃 大众集会的时候 而能说 能说者 跟听者 师长跟弟子啊 这个能说能听的 契合的时候 这因言记住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佛 这个时候呢 就主动呢 告诉这个长老 舍利佛 告诉舍利佛尊者 说呢 舍利佛 从事西方 从事 事就指我们娑婆世界 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 的西方 指引一个方向啊 西方 经过呢 十万亿佛图 这是讲距离 往西方过十万亿佛图 佛图 佛图 在年词大师的书超里面讲啊 说呢 这是就着我们凡夫心的分别来讲的 就距离那么远哦 十万亿佛图 所以智者大师呢 在净土十一论当中讲到 说临终在定之心 就是净土 寿生之心 没有空间感啊 没有时间差 没有时空之相的 所以讲十万亿佛图呢 是就着我们凡夫的分别心来说的 那么有世界明也极乐 其读有佛号 叫阿弥陀 今现在说话 之下呢佛很明确的说出 两件重要的事 恶有 两种真实都是有的 是真实有的 第一个有世界 有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啊 名称叫做极乐 极乐 那么有依报的环境啊 还有正报的教主 所以呢 其读有佛 号阿弥陀 这个国土当中 有一尊佛 他的德号啊 叫做阿弥陀 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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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恶有 有世界 有佛 有依报的环境 有正报的这个教主 这是的的确确是有的 是有的 今现在说法 这个今现在说法 简别啊 不是已经过去的啦 是现在 现在 也可以讲阿弥陀佛是现在的佛 在极乐世界在说法 现在的佛 还没有密度啊 好 所以 以此而发起了佛 我们本师呢 先说这一部经的音言 在下文当中呢 种种的开示啊 是扣着 这恶有 有世界明业极乐 有佛号阿弥陀 扣着这个恶有 来开显 让我们呢 能够更进一步深层的了解 极乐世界 医保正保的功德状元 进一步啊 才勉励我们呢 听到这个法门的众生 应当欢愿怨生彼国啊 最后面呢 就是要支持名号 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 在临终的时候 能够蒙佛的接引呢 往生极乐世界啊 成就不退转位的利益 这是佛啊 先说这一部经呢 他的用意 也就是佛出现在世间呢 度生的本怀 什么本怀呢 佛出现世间 就是为了让众生成佛啊 到极乐世界 就是一生成佛啊 这不是称佛的本怀吗 其实是如此的 我们呢 看着这底下的药节里面呢 解释的 那么底下呢 分成几段来说明呢 最初名昭告义 分成三段 说明昭告佛 昭告这个舍利佛 他的意思 说净土法门三根普色 绝代圆容不可思议 圆所圆超一切法门 甚深难信啊 故特告大智慧者 慧第一智慧啊 不能直下无疑也 佛教医生呢 这个斯利佛 这由他的用意在的 说呢 净土法门呢 是三根普遍的缩色 上根 中根 下根 它是呢 杰诸对待啊 念佛心就是佛啊 杰诸对待 是炎容无碍 不可思议的 炎收 炎超 那么炎收一切的法门 炎超一切的法门 它是圣身 难以相信的 叫南信之法 那么讲到呢 炎收 炎超一切法门 我们呢 请大家看着讲义啊 讲义啊 隋堂讲义六 就是第四三页啊 隋堂讲义第四三页的 所谓的元首元朝 我们呢 以欧主的 灵魂宗论的一段的开示 来说明 来说明 说呢 那为现前一段先性 密不可得 是极空意啊 并现万法 是极假意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是极中意 弥心极空 明见识厚 弥心极假 好成杀厚 弥心极中称无名厚 三后即次 仕途施慧啊 所以呢 为现前一段先性 我们思为现前一段先性呢 密之了不可得 密之了不可得 这是极空 极空 极假 极中 那么这是极空意 极空意 密之了不可得 勇家贤杰大师所讲的 密集意 知今不可见啊 这是极空意 而心生 这种种法生啊 它能够并现万法 而心生这种种法生 这是极假 极假意 心外无法 法外无行 那么心之外没有法 法之外也没有心 心即是法 法即是行 这是极中意 这个欧竹呢 在詹查艺书里面 解释詹查经的艺书里面讲 说设法归行 心外无法 因缘即空 因缘即空 这个法是心所现的 所以根本没有法 空呢 空呢 空了 而心生想念 这法随心生呢 无量差别 这是极假 好 那么法为心生呢 以心为体 法既然是心生的嘛 那么法 就是以心为体啊 就是心 这是极中呢 因缘所生 当下就是中道 就是中道的 所以说 所以说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心就是法 法就是心 这是极中 好 明一心极空呢 明千世后 明有明现前一念心呢 极空的道理 叫见世后 明现前一念心呢 极假意啊 他就是好作 称作成杀后 明现前一念心 极中之意啊 就称作无明后 无明后 山后祭祀呢 而仕途施慧啊 见世 沉沙无明 这山后呢 既然赐胜呢 这还圣童菊徒 来自于呢 长极光景徒 这仕途施慧 过慧了 不清静啊 不清静 今一心念佛 不计我 我守 不执着我 我守 一心念佛的时候 还执着我 我守吗 所以呢 就是极空意 就显现啊 随着我们这一念心念佛的时候呢 佛随心现啊 诸佛正片子 还重新降生啊 所以呢 随着我们现在念心呢 念佛的时候呢 佛随心现啊 我们呢 就能够了知 施法界都是唯心所造的 我们呢 心念佛 就现出了 佛就随着心所现了 你心要念众生 心就现众生啊 所以这施法界啊 都是唯心所造的 这是机甲 机甲也就显现了 不唯是呢 是心做佛 而义且 是心是佛 集中义现 不单单只是呢 我们心能够做佛 而且啊 我们这个心呢 当下就是佛 念佛的心就是佛 这是集中义现的 所以念佛 他说圆守所有的法门 圆守一切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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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守所有的法门 我们讲呢 天台释教里面所讲的 无悔也是这个道理啊 到最深的 这是圆巧的 既空既甲既重 圆守一切法门 圆守一切法门 净土深无深论 游戏大师讲啊 法界圆容体 作我一念一心 今我念佛心 全体就是法界 就是法界 圆守又圆巢 圆灯不可思议 所以底下总结说 一行三意济显 变能言破三后 言尽是土 人于无次第中 假说次第 不可思议秘密杖 一行三观之意 既空既假既中的道理 既然显现了 正当我们 一念相应一念破 念念相应念念破 就能够言破三后 就有名言尽大师 在解释讲到 这《华华经》普门品里面 我们称论了观世音菩萨 贪欲重的人 这个就破这个贪欲 称慧就破称慧 疑慈就破疑慈 受公大师解释 这个是从根本无明破的 这个是从根本无明破的 破三后所以圆镜 圆满清净四种镜透 而这仍然在没有次第当中 怎么讲没有次第当中呢 这一念心就是既足既空既假既中 本来没有次第 本来没有次第 而假说次第 那么不记我我手去极空 我们念佛的时候 佛随着我们心陷就是极甲 不但心能够做佛 而且念佛的心当下就是佛 在解释有次第啊 但是实际上理就是一致的 在一心当中得的 一心当中得 所以说在没有次第当中 一心当中既足三意 而假说方便假说有次第 极孔 极甲 极种 不可思议 秘密账 三德秘账 法身不得解脱 就是我们自尽亲近一心 阿弥陀佛先证慈也 阿弥陀佛先我们正德 既空既假 既中三德秘账 这成佛了 我们一切众生久迷慈也 这是本具的一念的妄动 而迷惑了开始轮回 无人现前注念慈也 四位念佛三昧 四位心境土境 念佛三昧 这念佛三昧就是这样 无人现前专注称念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的时候 华尔卢氏 华尔卢氏 既足有既空既假既中的道理在里头 这个叫做念佛三昧 就念佛三昧 也叫心境者浮屠境 心境者浮屠境 所以讲这念佛法门是圆超一切法门 圆都不可思议 那么是生性 生生男性的 不容易了解 所以特别佛 我们世尊特别告诉大智慧者 圣利佛 连慈大师说 因为智 有智慧能够生起信心 这个信就是正信 以智慧能够发起恳切的愿 这样的愿是大的愿 用智慧能够生起慈明的妙行 这是非常的殊胜 真的是妙行 所以都要智慧的 要智慧 所以信门当中 欧族他开出的六行 要经过智慧的抉择 从世俗地 从圣医地做抉择 我们相信这个法门 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 相信我们只要念佛 恳心念佛 将来决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说灰低智慧 不能直下无依 因此世尊特别告诉大智慧者 舍利佛 以这个法门叫做男性之法 男性之法 特别要有智慧才能够相信 直下无依 接着我们再看着 正是经文 要分成两段三段 有好几个段落 不止三段 是西方 是一报 解释正报 那么从世二游 是现在说法 就有五段 我们首先说明解释西方 又分两段正式 西方者横更直西 标示现处也 十万亿者千 这个千是一个凑字十 十万亿亿 今几亿至十万亿 佛土者三千大千世界 通为一何所画 且以此土言之 一须弥山 东西南北各一周 同一日夜所造 一铁围山所绕 明一四天下 千四天下 明小千世界 千小千明中千世界 千中千明大千世界 够如此佛土 十万亿之西 是极乐世界 正式来解释西方 这西方者 西方什么意思 横更直西 从此横的通直过到西 这个更叫做通 从此横的通过去直过到西边 这标示现有的触手 现有的触手 就西边 十万亿者 十万亿 古时候讲到亿有四种 这个亿有四种 十万为亿 再来百万为亿 千万为亿 万万为亿 我们现在是万万为亿 那这个地方呢 它的本文是十万亿亿 第一种 十万叫做亿 金基亿呢 是十万个 所以叫做十万亿 十万亿 那佛土呢 佛土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通为一尊佛所教化的区域 佛土 一尊佛所教化的区域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且以此土原子 姑且啊 底下呢 依我们说过世界 来讲的话 一个西米山为中心 一西米山 它做一个中心 东西南北各北 有一洲就是四大部洲 它们呢 共同一个太阳 一个月亮所造的 所造的 还有呢 一个铁围山 四大部洲之外啊 都是海水啊 海水外有小铁围山 一个小铁围山 所围绕的 这个叫一四天下 就是一个小世界 一个小世界 那么集合一千个 一个四天下 小世界啊 叫做一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世界叫千 小千世界 叫小千世界 那么集合一千个小千世界 叫做中千世界 这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 叫做大千世界 小千 中千 大千 合起来叫三千 大千世界 三次都是讲千 所以叫做三千 三千 大千世界 这是一尊佛所教化的 矿围 就是一个佛国土 过如此佛土 过如此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佛土 十万亿个之息呢 就是极的世界 以上呢 把方向啊 还有它的距离 把它说出来 这个都是就我们的凡夫心的分别来讲的 就我们凡夫心来说的 接着底下呢 破语 问 何故极乐在西方 所以为什么缘故呢 极乐世界是在西方呢 回答说呢 此非善问 假使极乐在东呢 鲁右问 何故在东 岂会细论 所以这个问题啊 这样问啊 问得不好 你问得不好啊 假使极乐世界在东的话 你又问啊 为什么极乐世界在东边 这样问难道不是细论啊 旷至呢 十一万亿佛土四支呢 又在东移 何足至移 何况呢 要是从十万亿 十一万 十一万 十一万的佛 十一万亿佛土 也就超过呢 十万呢 十万 超过了 从超过了 十万亿的佛国土 这样看过来了 看过来的时候 这极乐世界又在东边啊 所以方向是没有决定性的 好像说我们现在在埔里啊 你看高雄是在南边啊 在南边 那高雄在南边吗 要是说呢 在高雄的时候呢 看的时候 你在 在底下 超越高雄 我们在屏东看的时候 高雄又在北边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方向呢 是不决定的 何足至移 对极乐世界在西边 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接着解释一报 底下分成几段呢 来说明 三段 最初正是世界 有世界明也极乐 续一报国土之名也 数也三计 以便时节 恒也十方 以定将于 故称世界 极乐者 幻以虚谋提 欲云 安养 安乐 清态等 乃 永离以众苦 低安允 之位 如下广世 有世界 有世界 明也极乐 这个世界啊 叫做极乐世界 叫极乐 那么这是呢 细书呢 细书说明 一报国土的名称 叫极乐世界 数也 数的 数的 旧的 三计 过去 现在 未来 以便呢 这时间结束 所以叫做 世 叫世 那么 恒也十方 恒的 恒的 就空间来讲 叫十方 来定这个 疆界啊 方语 所以叫做戒 就是戒线 叫世界这样解释 世是就时间 戒是就空间 所以称作世界 而世界啊 就是时间跟空间的合合相 因人所生化的 极乐者 极乐是什么意思 幻女叫做西摩提 中文的意思呢 中文的意思呢 也称作呢 安阳 安乐 或者清泰 清泰 清泰 清清泰然 等等的 总的 总的来讲呢 是说明了 那一个环境呢 是永远离开 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老病死 没有这些事情呢 是第一 最为安允的 最为安允的 所谓不生不灭的境界啊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如下 后面呢 有广泛的解释 这一种道理 接着 我们再看着 第二段 别明敬慧 南佛图有四 各魂敬慧 还圣同居图 无足重者慧 无足亲者敬 方便友谊图 西空卓度正入者慧 提空巧度正入者敬 时报无常爱图 次第三观正入者慧 一心三观正入者敬 长极光图 分正者慧 旧静满正者敬 这讲到呢 仕途敬慧的情形 说呢 然而诸佛的国土有四种 从还圣同居图到长极光图 这当中呢 各别都分别有清静跟勾慧的差别 这一图还圣同居图 在还圣同居图当中呢 五足重的话 所谓的 杰左 贱左 贱左 烦恼左 众生左 命左 而像我们现在说过世界 五足重 我们也是还圣同居图啊 有释迦士尊 在世教化 有菩萨 有阿罗汉 有凡夫 有圣人 所以还圣同居图 但是呢 五足重 这是过会的还圣同居图 那么五足要清的话 是属于清静 极乐世界的还圣同居图 是清静的 五足清啊 它是清静的还圣同居图 那么土的过会或者清静呢 跟我们呢 众生的烦恼业力有关系的 烦恼轻 善业力强 这个国土是清静的 众生的烦恼啊 要是会让赤圣啊 恶业很强啊 这个国土就是过会的 过会 方便有仪图 方便有仪图 我修我空观呢 破见识后 正我空真如的 稀空浊度 正入则会 稀空 分析设法 而入空 这是浊度啊 从事项上的分析啊 一切法呢 是无常呢 无常故苦 苦所以没有我 这样的观制啊 是比较浊类的 比较左类 这种正入的情形 比较过会 而体空 就是体 体达 这个延启法 是因延神 当体即空 这是巧度 巧度 那么正入的 这是属于清静的 清静的 这个呢 是肩带啊 不但是有我空啊 肩带有法空的情况啊 有法空的前行 十八无障碍图 十八无障碍图呢 次第三观正入则会 修次第三观先空 次甲 然后入中 那么按次第来的正入的呢 这个正入什么正入呢 真如本性啊 诸法十相啊 这是勾会了 修一心三观 三智在一心中得 那么直观现前一念信心呢 既空既甲既中啊 这一心三观正入的静 在长极光土当中 他也有枯会跟清静 长极光土 分正者会 前面十报庄严土当中的菩萨 他有分正长极光土啊 这一种情形 会 无明昏昏破 法身昏昏正 要究竟满正呢 是清静了 无明完全破进了 法身的究竟的开险呢 成就圆满的佛果 这是清静的 清静 接着 指归同居 前面呢 仕途这样昏悲之后呢 只是 这个第一王所讲的极乐世界 是指这个同居 凡圣同居土当中的 所谓清静的 经营极乐世界 正指同居净土 一极痕距上山净土也 所以现在呢 极乐世界正是指 这极乐世界正是指 前面四种净土当中的 繁圣同居净土 不是绘土 是净土 而极乐世界的 繁圣同居净土 特殊的地方呢 也就是说呢 一极横距上山净土 横距 上山上三种净土的功德 这是特殊的地方 特殊的地方 极乐世界的四种净土里面呢 特殊的就是 繁圣同居净土 跟我们呢 这个五卓众的 这个构慧的 繁圣同居土 是不一样的 不同 因为极乐呢 跟其他的佛国土的 繁圣同居土 不一样的 特殊的地方 在繁圣同居土 那么你到 繁圣同居土 就是横距上山净土 这种情形 好 接着 我们在看着 底下 解释正报 分成三段 最初明丹户山神 丹户山神 我们看呢 说呢 有佛好阿弥陀 续正报教主之名也 欢意如下广逝 佛有三神各论丹户 法生丹指所正理性 抱生丹指能正功德智慧 化生丹指所现相好色相 化生护者自心清净化生 尼国妙集化生 抱生护者自受用抱生 他受用抱生 化生护者世神化生 应现化生 又佛觉化生 随力化生 丹户的情形 经文当中所讲的 有佛好阿弥陀 这是呢 细数说明正报 极乐世界 教主 得名阿弥陀 那么欢意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呢 如下后面 在正正文当中 有广泛的解释说明 解释说明 那么佛有三神 佛有法生报生化生这三神 而个别讨论有丹户的情形 首先 法生谈 这个法生呢 就指守正的真如理性 真如理性 法生 什么叫法生 观经书 智德大师呢 这个书里面这么说 法生者施鬼法性 凡以法性为生 此生呢 会摄子 亦回心智 会因戒入 之所摄持 强执法性 为法生 有时候呢 我们 有人可能有这样的怀疑 摄身是有形象 法身 无形无相 讲一个身 这个身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身 所以呢智德大师在 解释观经里面呢 这么解释说 施鬼法性 施法 依徐以法性来修行 而究竟 明何以法性呢 成就的时候 还以法性为生 以法性为生 明何以法性的时候 就以法性为生 虽然称作生呢 但是呢 是超出于我们呢 凡乎呢 所认知的这个五印 所以这个身呢 他不是摄子 不是摄晕 也不是心智 受想行事 这四印 不是五印 不是五印 当然也就不是 所谓的十二路 十八戒 这一些啊 不是这一些所摄持的 但是为了呢 教化众生的缘故啊 强执法性呢 叫做法神 罢了 这是法神的意思 所以这里讲 执守正的真如理性 这是法性 一介法的性 就是真如啊 真如 所以金刚经当中所讲 如来者即诸法如意 证得诸法如 这真如 真如理 不生不灭的理性啊 就是 叫做 如来 就是法神如来 法神如来 接着 报神诞 是能胜功德智慧 所谓的报神 智尔大师在解释 《观经》里面讲 这个报神 修行所感得的 所感得的 就是如如智照如如静 也就是如如理 菩提智慧呢 跟法性相应 相敏合 相敏合 菩提智慧啊 跟法性相应相敏合 法神呢 是灰深灰不深啊 所以呢 自如如智 既然能够相应相敏合于法性呢 所以他也是灰深灰不深 勉强呢 称这一种智慧叫做报神 就这里所讲 能正的功德智慧叫做报神 能正的智慧 那化神呢 化神的指所现相好色相 智尔大师解释叫 应同万物为神 相应与 同一万物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智跟体性跟法性相敏合 能观智跟所观理相敏合 能够生起大的这一种作用 就如同经上当中所讲的 水银和真经 能吐诸色相 功德和法身呢 处处应现往 而水银和真经 这个金呢 要涂 要涂上去的时候 要加一点水银在里头 加水银 它才能够上色 金子才能上色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功德的报神跟法身呢 明合的时候 它就能够图各式各样的色相 产生大的作用 现出这个化身 所以说 功德和法身处处应现往 应众生的基 就现出各式各样的教化 不同的因缘 现出不同的教化 不同的教化 所以说呢 指所限的相好 色相 这是化身 化身 好 那么我们呢 时间到 先讲到这个第一房 向下文长 会来日回相 对 一天 会来日回应 会来日回应 未经许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